6公尺高超大型台湾犬 处立在一望无际稻田上 脚上含有阿美族图腾 艺术家林靖展运花莲在地贵族 打造这一座气球狗装置艺术 要营造欢乐氛围 我们常常在活动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气球魔柱师 拿了一个气球 就是一个小动物 我们希望它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感觉 带上斗笠拿起农具走进画框 立刻成为世界名画一部分 水土保持局花莲分局 农村再生计划迈入第三年 今年以纵谷旅人四季为主题 在193县道松浦社区 打造五个大型地形艺术 就连活动主舞台都化身一卡皮箱 要邀请全台游客 希望感受花动纵谷好山好水 因为是台北花莲总和报道